我們叫去建國台辦去出賣台灣 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但是價錢說不好使 不好意思 他為了要辦國際上市高峰會 所以去邀請清純的市長 田町的市長 那次高峰會就在高雍辦 你們去建民就行 國民黨去建民就是出賣台灣 不要來這堂 我說過 韓國瑜變了這條費路出來 給台灣 農民已經去民進黨頒票30年 我這次選舉很清楚 所以為什麼我去選票 擺算選票最快樂的就是我 我擺算選票一天半 第三天又請地坑的人說 不然我們再吃一個地匯開港 你怎麼知道支持者是怎麼那麼高興 他說兩天你讓我們了解到 什麼叫做農民的公營 真的 你三禮拜前 三禮拜前我在這裡說什麼 我說通路就是王道 通路會讓我們台灣的農民 農民退變 過去30年台灣的農民業政策完全失敗 包括國民黨執政 包括民進黨執政 他們用安大的 用保障的 他們覺得你們的芯菜會過得好 所以把農民刺得黑黑黑 只有客人自己 更有辦法拚出多路 國民黨執政 民進黨執政 沒有人願意讓他們找出最好的通路 因為韓國有的改變 我們來改變 我們來找通路 三禮拜前我說 有三億的通路 未來就有三十億的通路 有三十億的通路 就有三百億的通路 當時要通路進來 我們的農民跟農民 它開始有公營感 為什麼美國的農民 就可以住農政 住別中 我們的農民那些人就要住地處 你在公營的 我們為什麼嫁人一頂 他們的農民已經上班六點鐘 我們的農民已經上班十四點鐘 我們為什麼從早上要做到頭暗 天不更就要去城 當然跟他說通路重要性的時候 他們比較地角 原來通路這麼重要 所以去到馬來西亞 新加坡拿到這三億的通路 大家感覺不要緊 我一直跟你們說農民最希望的 就是他們的東西 只要讓你鑽到 你吃到之後你就會貼水 貼水之後通路會不斷擴大 現在去到大陸 去到香港 拿到三十億 三億現在都變三十億了 三十億就變三百億 當時要經營下來 不是高雄的農民、農民而已 不是台南平東 是全台灣這些農民 我們在那裡都可以發電起來 都可以改換過來 我們的農民、農民不用為台灣的艱苦 我們的農民、農民不用大地處 躲在那裡 我們的農民、農民 它有開始有公英感 它有驕傲感 為什麼因為我農民 已經讓世界的通路都可以接受 韓國瑜說得很簡單 台灣安全、人民有錢 台灣安全、人民有錢 這麼簡單 農民大家歡歡喜 青少爺 他們竟開始抹黑 名曲抹黑 只我在選抹黑 青少爺你說什麼 同一句送給你 學假的 不要乖心 這句話 你講對你的家裡 你實在有夠好等 你跟條件插合 我就跟你講 你沒有那顆 你沒有等 這句話說在你的家裡 不要乖心 什麼人在乖心 你知不知道我知道 天知不知道 還有一個董念台知 這句話你不要對你的家裡再說出來 你只要再說一遍 我告訴你這句話你最好的心白名列 你必須什麼挑戰蔡英文 我告訴你 三堆的江湖不要讓人 如果這麼敢挑戰蔡英文 今天你新調流的七一句就對了 就拉蔡英文開始簽了 蔡英文做得怎麼樣 怎麼怎麼怎麼一直拉 你都沒有人 新調流說我們要用蔡英文 你是在卡尾而已 不用做這個 拌這個魚 拌這種三拐人民看有 他要卡尾 卡尾很簡單 要配不配 最後他就是要接受 他不可能選到 一定接受協調 我先問五百塊雞排 電話頭準備好了 不用緊張 你知道神道老跟你對賭五百塊 這樣嗎 他說他會變得到 他會變得到雞排 是你吃到他的雞排 還是他吃到你的雞排 我們都做回來 本來大陸有哪有了解他 但是大陸認為不可輸他 那不可能 這當然有一次你就知道 點點看 看久了一條線 他是一個沒票力的人 今天利用這張保算 他怎麼變成吃到大力圓 參選贏三千票 他還不是他 他是在那裡給我電到黑黑 邊邊到菜市 也沒人要接他 冷氣在我們這裡 最後沒辦法 他請出民進黨的總統 請出民進黨的皇帝 阿兵也出來 阿兵就這條線你談 中間你注意 我這兩天你注意到看好了 你等電這裡有個案子的做算 是不是回來中間坐一下 我這兩天 我會什麼時候會來中間 幫你問好一下 就這樣 你們五大頓九都出來沒辦法 你也看這樣 阿兵在馬島這個區域就對了 是真的有撼動我們 他知道油說不對 他在幫我努力 所以阿兵也不在說油 阿兵也說感情 那鄉親說 我都跟阿兵也出來說 那都沒關係 心拍怎麼平家之雄 但是你沒有人為了這樣要靠他 什麼叫做賣魚沒有賣心 賣魚沒有賣心是什麼意思 是什麼人在賣心 請問誰在賣心 你先看清楚 今天浪漁民看到一山的紅毛 韓國瑜他可以把我們的產品賣掉 我說過 東南亞我們要愛 美國我們也要愛 加拿大我們也要愛 我們今天的頂端是來自世界各國 但是因為我們的東西有粉 我們的水粉含量 桌 酒 魚產品的處理 靈連處理跟靈動時間跟運送時間跟物流 很多過去我們的農民比較單純 他只有單一項 所以我們現在要跟他協助 不但協助他 而且還讓農民可以做這合作者 那麼把這個利益 我們跟韓國瑜最主要的改變 除了有頂端以外 就是中間的貿易定屬監製 定義身份降格 讓農民的利孫 提高通路上的身份降格 如果這樣才有辦法 咕咕等等 把我們的農民產品不斷來推出去 這是一個最新 因為過去我們有很多經費 都靠在補助 農業批業 一個災害來就是補助 補助 用補助 看不起我們的農民 就補助 打掃就好 結果不要再扭起來50公分 就補助 30年來都是這樣 農民不管你的補助 我說農民自己可以生存 農民有好的作品 農民有很好的產品 你真的讓他通路 他可以背天正地 你讓他通路 我跟你說 他會快速行動 別人在住百種 他怎麼可以住百種 他怕是怕不通路 100塊的東西到買了 你10塊錢買 所以我們的農民 為什麼對韓國瑜會這麼膨脹 當然是在北農漏漁的時候 你們說三三公不進去 他在那裡的操作 為什麼農民對他 他像在北農一樣的費用 他打賣的單價 加40億 一樣的山項 賣的價格 加40億 全台灣農民那一年 就加本40億 百倍增10斤 你一個人加八千 一個人加萬一 兩萬不定 這就是一個有頭鞋 會要做事的人 本來世界就是通路做王德 做一個手機 不是要站四點 就是要通路 做一個產品不是要通路 選舉你也是要通路 沒有通路你要怎麼拿到選票 所以一樣 這條通路打的費不用怕人沒紅 因為在這次的選舉已經很清楚 我整個紅哥妮都給你跟他講 或是差一點 這標是什麼 農民非民的角色 很認真的紀錄 我真的以為韓市長是打個預防針 結果沒想到被他這個 預言成真 預言成真 就是被他 我本來以為不會這樣子 因為已經很多次了 這是當天專訪的內容 你怎麼會這麼天真 我是與人為善 因為韓市長那時候講說 因為民進黨現在不抹黑 已經不知道該怎麼治理國家了 他已經先預告說 我一定會被批判 去出訪 韓市長說他當高雄市長以來 一直有人不希望高雄成功 這是他的 將近三個月的感想 今天剛好三個月 不希望高雄成功 涉外的 對內的 都非常有敵意的批判 其實這個很 我從棒打出頭娘的角度來看 韓市長是一定會被罵的 他只要政題的成功 就是我的失敗 就是我們這幾十年來的 鬼混跟惡鬥 為什麼我這樣講 因為其實韓市長 他在高雄成功 就證明藍綠的失敗 不是只有民進黨失敗 國民黨也失敗 因為國民黨很多的縣市長 主持人剛剛幾位前輩提到說 就同一件事情 我就去拚訂單 拚通路 為什麼藍綠會有 完全不同的解讀 我用一個新聞來跟大家做報告 這個你看就了解 這個是蔡總統 蔡總統去出訪 然後大陸的外交部就例行性說 我們反對什麼 其實耿爽講是一個例行性的東西 然後就有記者拿去問蔡總統 說人家外交部 他們的外交部反對 蔡總統說你去看你的朋友 需要你的鄰居同意嗎 很明顯他把對岸當作鄰居 我去看我的朋友美國 南太平洋這些友邦 需要鄰居同意嗎 可是我們看韓市長 他跟劉潔一主任見面 他說感謝對台灣同胞的照顧 所以觀眾朋友 你可以看到很明顯說 蔡總統他定是鄰居 韓國瑜市長講是同胞 這個差別就出來了 就是說同一件事情 為什麼不同的解讀 為什麼有人會去抹黃抹黑 所以這個是2010年 我們中天的辯論 當時是評總主持的 我提問 因為每個提問只能問一個問題 所以我問的問題是兩岸是兄弟嗎 兩岸是一家人嗎 當時大陸的總理是溫家寶 溫家寶一直把兩岸定義為兄弟 所以我用溫家寶的話 來當作我的問題 這個問題必須要解決 韓市長上個禮拜有講說 當總統的八個字 台灣安全跟人民有錢 觀眾朋友 我的決定說我們不必二選一 一定要二選一嗎 這兩個只能選一個嗎 這兩個不能兼顧嗎 蔡總統執政的第一任 告訴我們說台灣不安全 人民沒有錢 如果賴清德當選的話 我這邊比較大等的 如果是賴清德當選的話 台灣會更不安全 而且更沒有錢 這個問題 這兩個要兼顧的部分 是所有的總統候選人 在選2020的時候 他必須去面對 他要給我們答案 就剛剛卓政的 他等他回來之後 韓市長參盤回來之後 這八個字要怎麼 沒有偏費的 兩個都達成目標 其實這很難 但是是很多民眾所期望的 大家喜歡吃地方 謝謝 請到 多